大家好,我是鲁鱼,终于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克勤这个角色 先防杠,我贴上我的满好感度克勤的面板 作为开服的高人气角色2月17号将迎来第一次的UP 曾经和迪路克并肩T1的输出称号 甚至初始号当时比迪路克都贵 呵呵呵,上当的同学请刷一波上当了 之后就是随着账号链度的提高克勤的缺点开始慢慢被放大 还是他妈无限放大 但也不是那么的拉吧 什么角色都要踩一脚我克宝 每天都要看着不同的猴士对比法也是把我看麻了 对我挺难过的 那么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让我们走进克勤的世界 首先给大家安利一波杂技火雷坦克流 不明思义就是火雷混伤绿见克勤 下期讲绿节点的时候我会放更多的实战内容和面板给大家看 点个关注不要迷路了 我想了想克勤为什么到现在被这么多人嫌弃 是因为他拉得彻底吗 并不是 克师傅是正儿八经的战场主C 虽然可以打速切啊 但是效果不尽人意 投入很高 回报又低 吃了大量的资源 打不出能截图PVP的大数字 雷系反应拉跨是一回是 自身倍率也不高啊 命之座完全就是为了打雷伤设计的 就很尴尬 作为个战场主C 持续作战的能力也被体力限制的 日常割草倒是非常舒服 到了身边在没有足够面板支撑的情况下 极其淡疼 到了后期往往都有其他成型的C啦 高下力判 那你为什么还玩克勤呢 因为 因为玩游戏要笑着玩 不会只有人为了强度不练美少女吧 另一对男人吧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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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要玩 克勤就好好对他 好东西都给他安排上 推荐三个天赋 军生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888就可以了 打速切可以主Q复1即可 克勤 您命能玩吗 能 命之座同样是 您命就能玩 克勤的命座伤害加成不是很多 有更好 没有野心 克勤武器怎么选呢 我放张图 这个是一个数据地大佬的期望伤害数据 排名一次是 绿剑 盾剑 金武龙银 风银 天空 龙银 黑剑 下期视频会带来绿剑克勤的体验感受 点一拨关注啊 剩余物的争议太大了 我也不想提太多 常见的如雷2加决斗士2 如雷2加宗士2 四平雷 骑士2加决斗士2的物理流 还有杂技流派 像我玩的火克勤 冰克勤 别的不说 快乐是真的快乐 克勤的优势在哪呢 机动性高 手感极好 好看 除了深渊痛苦了点 日常是非常舒服的 自身基础血量和基础防御还算高 机动性也高 很好躲技能 前中机用克勤基本不会暴毙 克勤真的弱吗 流传这一句话 弱的是雷不是克勤 我寻思着 这俩都弱有冲突吗 雷弱在没有增幅反应 超导 服务于物以 超载 瞎机又乱炸 追着怪跑 浪费体力 自己还会受到伤害 感电的伤害嘛 真的非常的感人 雷元素 这跟固温元素也差不多了 然而北斗有一手绝活 伤害可观 皇女作为脱手 奥兹发射器 非常省心好用 雷德 和雷没什么关系吧 其他雷系都能用一技之长 就克勤天天被鲁 被碰瓷呗 克勤作为主机位 确实是不够好 但是如果不吼系 打掉大数字的角色 就是不行 我这个有失公正 在不打反应的情况下 克勤的伤害 绝对撑得上五星的强度 可问题是 除了那几个倍率爆炸的 谁不打反应啊 而克勤要打高伤害 就要依赖重击 体力又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说克勤是 机智战魔牺牲了倍率 没问题 但他是雷系啊 看看甘云那个普攻 这就合力吗 雷系就活该一直人吓人吗 但是没有关系 克勤即将开F 这期的绿界和下期的克勤 我就不信 米哈游真的不想卖池子了 我有预感 我克宝这一波 必定加强个屁人 想要加强克勤 只能改技能倍率 改什么都不好使 如果直接改了雷系的反应 那兽意第一的 肯定会是黄女 雷系改动真的救不了克勤 能救克勤的 只能调整他的技能倍率 和命之作 克勤的E跟Q 那个倍率 真的是相当的 异图 怎么可以这么低啊 那么到底是雷弱 还是克勤弱 大家都有答案了吗 下一个国家的神是雷神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雷系能站起来 克勤也能真正地站起来 二维本视频全部的阅容啊 我是丑手 下期我们来讲讲绿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